美国副总统彭斯11月20日投入到争夺美国参议院控制权的最后一场战斗中 敦促佐治亚州的共和党选民在1月5日举行的两场激烈的决选中 支持戴维·博杜和凯利·吕佛勒参议员 在州官员准备证明当选总统拜登战胜总统特朗普的情况下 彭斯参加了在亚特兰大北部郊区共和党大本营的巴士巡游 期间参加了两次捍卫多数人的集会 民主党希望奥索夫和沃诺克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 使他们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席位 从而推动拜登的议程在明年国会获得通过